觀眾可以看到紅衣男子被團團員警包圍壓制 因為他不久前手持一把剪刀到處顯晃 一看到有人上前制止他還出腳很踹 幸好這場員警眼睛發現立刻上前制止 先來聽一下警方的稍早訪問 事發就在二十一號早上八點多 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旁 根據瞭解當時是立委候選人羅志強 在街頭敗票演講 人家突然間看到一名男子手持剪刀 被團隊志工發現後 他卻情緒失控出腳攻擊 小員警其實壓制 才沒有傷及無辜